本台Facebook这个月中旬上传了一名男子怀疑趁列车拥挤飞离一名女子的视频之后,引起一万三千多人关注。 记者统计了警方在这个月3号到25号发出的文告,涉嫌飞离遭警方逮捕的男子共有8个,年龄介于19到68岁,而受害女子的年龄则介于19到42岁。 令人耽误的是,发生在地铁站、列车及巴士等公共交通的非离岸占多数,而多数受访旅程和调士,乘搭公共交通时会格外留神。 有一个在地铁里面,他每次都是坐同样位置,不过我也知道他有一点点想撞人的习惯,我就闪掉他。 如果公共交通太拥挤就不要上去,宁可再等一下,可以避免或者提防这种情况。 一方面可能也是太拥挤,一方面可能,我想女孩子自己穿着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比较公平一点。 警方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6月,本地共发生667起非离岸,较去年同期的701起,微跌了5%。 我觉得警方应该加重警方。 警方欲请公众提高警惕,并表示会同公共交通业者合作,张铁海报驾驭公众,以免沦为受害者。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响报道。